这游轮成了病毒摇篮 继钻石公主号跟至尊公主号之后 又有公主游轮遭殃 停在纽西兰的黄金公主号 出现了三名疑似患者 船上的3700人遭到强制隔离 要等三个人都确认 没有感染武汉肺炎 其他人才可以下船 而早在上个月就已经清空的钻石公主号 噩梦却还没有结束 一名早先确诊的日本男性乘客 康复之后二度中招 这已经是日本第二起二度感染的案例 引发担忧 另外银海邮轮集团旗下的银患号 目前停靠在巴西 却传出有一名乘客确诊 船上的609人也紧急被隔离 停靠巴西的银患号邮轮 经传一名78岁加拿大籍乘客 确诊武汉肺炎 船上609人紧急遭隔离 就怕成为钻石公主号翻版 而钻石公主号乘客上个月已全数下船 但噩梦还没结束 一名日本三重线男性乘客早先确诊 3月2号康复出院 不料12号又高烧 二度确诊 疫情杀不住 其他公主邮轮也接连遭殃 黄金公主号邮轮停在纽西兰的港口中央 不准靠岸 因为船上三人出现症状 其中两人上船前曾与确诊患者接触 船上一共3700人 要等三人的报告出炉 且呈阴性才能下船 纽西兰总理14号宣布 直到6月底任何邮轮不准靠岸 澳洲政府更下令16号起 不分国籍 也不分来自哪里 任何入境旅客都要自我隔离14天 当地人心惶惶 超市抢购潮不减反增 美食商场外人潮绵延上百公尺 而就算政府不断宣导 卫生纸之乱还是层出不穷 留言好逼